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他 FIGUREWISE STANDARD 數碼暴龍的閃光暴龍獸 不好意思 遲了一點 近來有點忙 讓大家看看盒子 前面吧 旁邊吧 另一個旁邊吧 頂頂吧 馬上事不宜遲 立刻和大家組裝吧 OK 終於就完成了 讓大家看一看他的樣子 就是像卡通片時的樣子 先看一看 前面吧 旁邊吧 後邊吧 他周身也很尖 不知如何拿著他才好 這些位置都是給你一些膠件 透明的 英俊的 後邊也是 其他藍色的位置 全程貼紙 連貼到媽媽都不認得 真是麻煩 周身也很尖 這樣玩的時候就要小心 那跟大家先說一下頭 頭先 頭轉那些 OK的 左右咬 頸都可以動的 前後可以 至於這隻手 這部分可以動的 這部分也可以動的 所以超過平舉的 老鼠仔可以動的 這裡可以接到這麼多 拳頭這些 轉輕微動的 可以的 至於身 左右咬 少少而已 很少 前後咬 也是很少的 但轉那些可以的 至於腳 這隻腳 這裡他也可以 退到 不用擔心 才能頂到的 那平踢就OK的 沒問題的 一字馬的 之後前後踢 這一部分都可以轉到的 這裡都可以接到這麼多 腳板都可以前後動的 左右 左右 腳尖 這次很厲害的 爪子 全部獨立動的 至於去到 對翼 對翼 可以這樣動的 對翼 這些全程 獨立都可以動的 這裡可以這樣動的 翼這些位置 全部都可以動的 你可以把它 這樣弄在一起 也可以打開 尾部 裝了鐵線 這些位置 一折一折 可以這樣動的 左右咬 上下動 不過不太受力 它會可以 跌下來 這一部分 不太受力 最後 最尾這一部分 都可以這樣轉到 可動呢 大致上就這麼多 我們先看看它的配件 OK 它的配件是什麼 就是它的武器 大地暴龍劍 紅色這些位置 是貼紙 它的寶珠 也是貼紙 讓大家看一看 後面是這樣的 這個位置 就讓它拿著 來用 做一個把手 它都可以 變成二刀流 可以這樣拆出來 變成二刀流 也可以 可以變成二刀流 但我自己 就喜歡它 一把過 拿著的樣子 配件呢 大致上就這麼多 我們馬上 又是找一找它 放一放一些姿勢 拍一下照片 給大家看一看 這次的閃光暴龍獸給我的感覺 整體的造型都OK 但是它的件 全部都很薄 很尖 把換的時間 就小心一點 還有它的貼紙 藍色的地方 全部都要貼 貼到媽媽都不認得 至於它的劍 都給你二刀流 挺正的 這次的閃光暴龍獸的介紹呢 大致上就差不多了 麻煩多位 如果是喜歡小弟拍的影片 希望可以幫我按個like 訂閱 分享 還有按下的小鈴鐺 麻煩了 另外我還有開了一個Instagram 有空大家可以去交流一下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